介入虚无闻感情。 乃京本尊说话了。 乃京也强调她本人从未主动去谈到此事,目前的我很努力学习当一位好妈妈,这样的事件已经造成我非常大的困扰。谢谢各位的关心与指教。 Kid承认曾劈腿乃京。 图翻设字Kid,乃京脸书,许维恩针对。Kid交往时间劈腿也做出回应。 而许维恩则是在社群媒体上公开发文,显现她对Kid仍有情意,真的很谢谢大家一直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。 我和Kid的感情只有我们俩自己最清楚。 对于过去的事情我都知道也说了不想再追究,希望大家不要再浪费时间和媒体资源报道这些没意义的事情上。 她在工作上的努力和付出是大家都看得到的,只是一时糊涂犯下了错误。 她也改过自信了,希望大家给予我们时间和空间。拜托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